最近我们关注到山东号航母他的训练 那么训练说已经完成了12天 台湾东南海域这海空远海长航 结果他本来以为应该要回去海南 但没有 结果直接又从海峡的西边 直接的由南往北往上 怎么会进入台湾海峡呢 而且时间就是从8号的晚间 连夜北上的 那这个又是从日本方面的讯息所得知 好那但现在呢 台湾方面国防单位马上就告诉你说 这个他的路线我们都一清二楚 那么国军运用联合情间针手段 都有密切的掌控整个海域跟空域的动态 但是看到这边呢 我们就很好奇了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看到呢 哇这个山东号他的这个训练 光是以10月28号到11月5号 那九天一算呢 整个从战斗机起降 直升机起降 核计一共起降了570架次 而到底为什么 那现在都已经经过这样子一个期间的任务完成了之后 仍然还要再继续往北呢 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可以看出几个重点 先来请教帅将军 我想很多媒体都喜欢把共军的这个箭子通过台湾海峡就全身上好像过敏一样了 其实攻台第一波不是航空母舰 根本不是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在饭台的作用里面不大 他主要是拿来支持南海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拒止美国跟日本的介入台湾海峡 那他有任务 那今天他过这个台湾海峡做这么密集的训练 这是必然的 第一个航母还要跟他同样的护卫舰 不管是052 054 054或者055 他都要有很绵密的水面的这个战术演练 水下潜舰跟他的联系 那最主要是飞行员 飞行员 各位想一想 中国大陆的航母不只是一条 辽宁号已经当训练舰很久了 山东号已经浮育了 马上福建号要下水了 那福建号后面还有一条 换句话四条航母需要的飞行员很多 我再三跟各位强调 航母上面能够起降的飞行员 是No.1 就是技术程度需要最高 那么一个成熟的飞行员 通常都要花了8年到10年 那以这个最难度的就是 甲板上起飞跟甲板上降落 各位啊 那个飞行员在天上看这个航母 开始要降落 就是跟火柴河那么大 船在动 船在晃 你自己在晃 你自己在动 那高度抓不准的话 就撞到船底下去了 高度拉高一点呢 它没办法挂到钩子 它又冲出去了 对 所以航母的训练 它必须要满足 今天三冬舰自己要的 福建舰要的 未来还有一条船要的 现在就要开始训练 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是签15座航母的起舰 这个起落的这个战斗机 现在又有签16 签16又变成它航母上又要换代 因为机种不一样 机种不一样 它的性能也有差别 那又要储备将来电动弹射的飞行员 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解放军的海军 现在够头痛的 跟天上的飞机要合 跟陆地上的资源的飞弹要合 跟自己带的舰队要合 跟未来这么多需求的 飞行员的训练需求 所以你看九天能够取降500多次 我们几一个航母上 正常带48架的这个战斗机的话 它可能一天要飞两次 飞两次已经是很频繁 起落就是四次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它走哪里去训练 当然有它的目的 它从巴士海峡那边是反美的 这个反美国的潜舰的为主的 反潜演习为主 到台湾海峡 那就是说将来怎么样掩护 这个巨子战略里面 它可能难比调动 所以这个东西 台湾用不到那么紧张了 国防部相信也有监控的东西 因为就凭你现在一条船 台湾现在的反舰飞弹 也对你构成很严重的威胁 那但是它并没有进犯的意图 我们也不必做到 说把飞弹拉起来做战备紧备 这个战争是不要互相挑衅 你要互相挑衅 它就会插枪走火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平常心来看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警觉 中国大陆的军力 已经进入联合作战的紧密阶段 这个东西一旦完成的时候 也就是人家可以动手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不容许乐观 但是现在政治上还能够做转环的环 要赶快做 那马上就看到选举灾计 人家也在观察你台湾未来的走向 所以这个我觉得选民是不必去过度的惊恐这个航母 但是对自己国家的政治立场要关心了 因为你不关心是你自己倒霉 事实上演习是同作战 所以这个加强的演习训练 其实是不是也是为作战加强准备 这是一个逻辑 所以刚才其实帅将军特别谈到 当然你看如果一天算下来 他可以来飞两次 还会不会再增加 或甚至是因为人员 可能在这个作战要互相在训练的这个过程 作战之前的这个训练 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去加强他的复杂度的话 我还强调一点 一架飞机不是配一个驾驶员 对不对 就通常到1.5到1比2 是不是人是有力量这个体力的问题 飞机可以加油发弹起来了 对 所以这个飞行员的需求是量很大的 所以你看辽宁舰天天在飞 山东舰也天天在飞 而且它不分昼夜 不分昼夜 对 夜航的降落更困难 对 因为大海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比对 是啊是啊 光一个灯光你没办法比对 我是高还是低 是左还是右 对 你知道在空中一个转环的时候 它的激励会让你天地会倒过来 你自己在倒飞你都不觉得 所以你说夜航是非常难的一个东西 是确实如此 可是一旦 好 这个训练呢 越来越顺畅了 那是不是以后可能演习到哪一天 忽然说必须要打被迫要打的时候 他就打他也不怕了呢 那这个呢就如果套用套用最近来到台湾 还来演讲的一位美国的前副官顾问博明的话 他就说这个要维护台湾和平台湾要尽其所能 削弱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他乐观的看法 你让他越觉得乐观的话 那可能就越容易开打 他是这样子一个解读 可是问题是真的有需要打吗 两岸真的有需要开战吗 其实看在新加坡总理的眼中 你看他怎么说 他就讲到啊 大陆在台湾议题并不是冲动好战的 他说大陆希望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但不确定如何实现 除非是受到挑衅 否则呢 世界不会一觉醒来发现 他们大陆已经决定发动登陆战 所以不要挑衅 不会打仗 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很简单的 汉婷 没错 尤其李显龙本来在与中美的关系 甚至是在两岸关系 其实多次都有充满睿智的论述 很简单 就是只要在两岸关系好的状态之下 未来有机会走向水到渠成的 和平式的统一 那如果在民进党不断的挑衅的作为 或者是要连美来制华 以美来谋独 自然就会增加大陆的不高兴 自然就会逼得大陆提前动武 那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局势 就是明明可以和缓相处的两岸关系 走向和平发展 然后到未来的水到渠成 那可是呢 却因为民进党的过分急躁 以及民进党为了要操作自己的选票 从过去以来到现在皆是如此 每逢选举告急就开始打抗中保台 然后呢 制造台湾内部的敌人 比如近期在仇视陆配 在歧视陆籍配偶 所以这些都导致台湾内部社会 对待大陆的关系 产生了急剧的对立 那么在好险 是在当今的国际氛围 美国暂时要跟大陆搞好关系 所以美国跟欧盟的态度也很清楚了 除了说反对大陆或任何一方片面的武力改变台海的现状 而且呢 也还会再加一句 也不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在现阶段 其实国际的局势都希望目前的两岸要走向和平 未来台湾的执政党要能够有两岸对话的本领跟本事 我想这是目前全球多数国家都希望看到的局面 好 不过话说回来了 现在我们看的确这个目前台湾的问题 会不会就要在习拜会的时候拿出来谈了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上志 因为呢现在就已经传出来了 就是在11月15号 那么将会有习拜会 当然大陆方面并没有把它这个说到 让你觉得说真的真的是有 话还没说死 可是呢现在陆陆续续已经有消息发布出来的 就是会有所谓的习拜会 那好不管怎么说 那如果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在会面了的话 那么这事隔一年回来要谈到底台湾问题是怎么个谈法 好当然有的说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 所以一定要谈 美国之一这个美国媒体又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北京跟华府会试图消除他们在台湾议题上的互不信任 因为呢彼此之间对此是有根本的分歧 所以中美可能会限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 好究竟有的人是这样说 有人又是那样说 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到习拜会这件事情 我所看的部分其实习近平在特别是这两三个月 包括会见了 包括美国方面到中国大陆的几个重要的部分拜访的行程 以及他所说的话 我想其实现在十一月中旬的这个习拜会 在APEC当中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因为要知道习拜会 他也不知道最后一天 他大家才决定要谈什么 这几个月至少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双方外交商务各方面的幕僚都已经在对接 这当中也包括在两岸或台湾问题上当中的对接的讨论 我想其实首先第一点是这样子 会见面肯定在台海或选前对于台湾问题当中 一定要谈到七七八八九九了才会见面 也就是这里头如果有巨大的分歧的部分就不会见面了 而且我们要知道从一个指标来看 大概从这几个月以来 包括普丁在北京 包括这前阵子中澳的部分的见面 大概都会要见面 要和谈 大概都会希望 北京会希望对方 首先一个中国的部分一定要表达 第二部分如果更愿意的话 或像普京这样子的层次 大家关于就会讲 直接讲反台独 我想普京跟我们台独有什么关系 可是他就会具体讲出来 那这次中澳没有讲 所以习拜会的部分会不会讲到这个地步 始终是我们观察的一个对于台湾问题关切的角度 如果在习拜会当中 在美国这边 特别还是直接间接暗示到有关于反对台独 那这个部分我不能说美国的让步 就这部分表示说 在中美的关系的更紧密上 这次来说是对于台湾选举跟各方面当中来讲 是一个更超越的 就美国更默示或更超越台湾在中美关系上当中的这个角度 我觉得比较符合 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之音引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不要在台湾问题东卡西卡太多 因为现在中美不只是过去两国之间的所谓外交 科技的禁合关系 还有尾巴 尾巴战争我认为是这一波 在先前尾巴战争突然爆发之后 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担忧的一个国际局势 因为他是不是会引爆成第三世界大战 是不是整个穆斯林跟犹太人的部分的对决 这种深远的延伸住全世界恐怖主义再复苏 这个可比现在台海问题当中要更严重 更激烈 更难以想象 而且对中美来说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台湾问题在这一波当中 确实是有可能从外交波民进党的脚步是 就是美国是不是拜登让步太多 连反台独反对台独都说出来 所以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了 所以至少到目前看 习拜会的部分是如火如荼的顺利的推进 在最近两国当中 我只能提到 特别在预行的节目 我会特别提到就是 在这几个月当中 美国智库这些将军 说一些有的没的 在讲台海的这种恐怖论 这种所谓的激烈论都平息了 往往我们在这一年多的观察当中 只要这样的时候 大概台湾问题就会被放到比较边边了 好 但现在你要看的是 美国的盟国包括英国跟日本 其实现在不也都是在帮着美国吗 比方说像这个帅将军 我们很明显看到在军事方面 这一点就非常的明确了 我也许在贸易 我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但是在国防方面 在这种军事方面的那种角力 那种相互抗衡 其实很明显的 仍然还是要符合美国所主张的 印太战略这个架构 所以因此现在看到包括英国跟日本 防长来对话的时候 当然他们两国都重申 强烈反对任何企图透过武力或胁迫 改变现状这种单方面的作为 对于东海南海的局势都是严正的关切 严正的关切 但是你的严正关切 在大陆他们的官员来看 就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在挑衅吗 你是在干预了吗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外部势力 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啊 所以你看大陆驻英的发言人 台湾新疆西藏香港事务都属中国内政啊 英国日本维护和平跟人权是假 干涉中国内政 想在中国制造混乱才是真 那我请教一下帅将军 那你看现在一个山东号就这么往北走 不就把日本就弄得好紧张吗 然后山东号那演训 飞机起架多少次 他们在那里数个半天 然后之前多少次的那些演训 不也都是在这个日本紧盯的范围之内吗 请教学长您 这个东西啊 我上次在你们节目也讲过 大国博弈啊 斗而不破是最终的一个指标 但是呢 大国博弈里面分四个战场 经济战了 科技战了 军事战了 认知战了 它四个战场 其实美中互有进展 互有后退的地步 那经济大家都跑不掉 所以大陆的进博会 你看美国去多少 日本去多少 想做生意的有多少 对不对 美国商人不像中国大陆的商人 美国商人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 军事 军事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的海军空军 实力要比中国大陆稍微强 日本也是一个有力的一个 在东北亚来算是一个军力强大的国家 所以常常会放话 因为是日本真的害怕 因为美国不怕 中国大陆海军再强也到不了夏威夷 以东嘛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 05大区这些飞弹驱逐舰 加俄罗斯的 对 俄罗斯还有很强的核能潜舰 是 那就在你家门口 我讲的难听 你性骚扰 把你全身都摸骗了 所有的日本海峡他都去了 所以日本为了要强力拉拢 美国对他的支持 虚声统吓支持台度 是一定做的 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国 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对 可是他当美国的附庸已经很久了 对 当二次大战完了以后 第一个要有声量 第二个呢 要跟美国紧密合作 对 但是我们看看英国的前途 大英国协议已经垮了 印度也不会想跟你怎么样 澳洲也不跟你怎么样 那你英国本土就是三岛吧 爱尔兰呢 别爱尔兰跟你好吗 苏格兰还想独立呢 是 所以你到最后 搞不好就剩你一个 英格兰 英格兰嘛 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末若王孙的这个 穷途末日已经看得很清楚 是 所以你不称点声量 好像大家都 以前还把伦敦当金融中心 最近这个也发生了 转移了嘛 对不对 所以香港啦 这个上海啦 新加坡啦 都慢慢要取代你的这个问题了 对 所以我们看 军事这一块还是斗而不破了 所以这一次习拜会啊 我不相信美国会承诺太多 他一定会讲一中 还在强调一中那个 重生一个中国 重生一个中国 但是你要叫他 明目张胆的说 我不支持台路 或怎么样的话 可能 拜登也不敢这样做 第二个 中国大陆也不对你抱什么指望 你拜登还有多少的任期啊 下一个选举就没了嘛 所以你看 军事上面那个 博明的这些放话 都是 台湾你最后要紧张 天天要搞战备 要不然你就是望战必亡 要宣传这个 然后把伊朗跟俄罗斯 弄成轴心国家 二次大战里面 把希特勒的恶劣印象套过来 事实上 伊朗能做什么 伊朗跟中国大陆 也只是比较友好而已啊 也谈不上协同作战 真的能够结合在一起是中俄 他们最怕是中俄联手嘛 但是现在目标很明显 他是没有友谋关系条约的 比友谋更亲密 是你把它打成这样 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